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轻市长交付麦泊斯 他在汇丰银行上海总行那里 他没办法提走他20年辛辛苦苦 在中国投资的利润和本金 这件事我相信会直接影响全世界 因为中国这种做法很明显就是只准不入 就是你只能够进来 你不能够出 跟皮邮一样 只能够入 不出的话 这样的钱就留在中国身上 而这位新兴市长交付麦泊斯他也说 他说希望其他同行要警惕 而这家银行是汇丰 那你说为什么汇丰会这样做 我投资在你那里的钱 那钱是我的 但是你不让我拿走 加持重重关卡 其实就是等于以前 御元鞋厂他设置在中国中山 那结果当日他投资的额对换回美金 中国说不如给人民币给你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暂时不能够给你一拖两年 到最后尾 御元鞋厂是给了大量的手续费 或者大量的钱 熟身 才能够全身而退 那对于这些基金是不是这样 未必 现在大家要明白 中国根本上就外汇不够 如果大量这些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基金他们大举撤离的话 将人民币兑回美金 中国根本上就没有外汇那么多给你兑走 而更重要的 大家要明白 中国共产党 他们自己的本性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当日即使中国充公外资 甚至是什么 公私营合营 一点都不手缘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问你了 为你现在华尔街大举这样撤离 那我怎么做呢 那我唯一的就是封了你的钱 不让你拿走 也都拿华尔街这些大鹅向美国叫板 分分钟他们的钱就是人质 你不要搞我 不是他们的钱有入无出 会不会是这样 我不敢说 但是事实就是汇丰银行上海的总店 就是不让这个华尔街基金提取他应得和他自己本身的钱 钱是你的 但是你拿不走 当日春晚有个很红的片段 就是小森阳和赵半山的不差钱 人死了 世界上最惨的事就是人死了 钱洗不完 现在华尔街很有可能是这样 过去他们不停地摧毁中国 甚至就是说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 是全球的增长点到今时今日 中国现在关门打狗 打的就是你外资的狗 你们要来的时候 你赚了我们这么多钱 到要你走的时候 你要走的时候 他们只会说一句话是什么 别让华尔街跑了 你吃我们的饭 砸我们的窩 这个是中共的逻辑 结果你当中国是一个自由市场 那你想多了 而这个警钟敲响了 美国究竟或者全球的基金怎么看这件事 或者是不是真的会变成了人质 而之后陆续会发生什么事 而更重要的就是当这些外资要撤走的时候 中国的外汇有没有本事 有能力去应付你们的提现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如现在汇丰银行落个关卡封杀你 那汇丰在中国 在香港 试一试 汇丰在什么银行 就是中国银行 它最大的股东 就是平安保险 而他们也都在这十年的布局 已经将汇丰银行彻彻底底地变成了一间中国的银行 他们放弃了很多美国的投资 欧洲的投资 甚至英国 你就看到汇丰 其实挂着外资之名 实际上 他就是一间中国银行 既然是这样的话 这样你看到华尔街 这条大岳 这个新兴市场的交付 他就公布的就是中国银行 现在扣住他二十年的利益不放 好 这件事我相信会震动全世界的基金 或者财经界 而香港已经被定为中国没有分别 汇丰也是 还有多少基金佬投中国香港的一票 拜拜